很多球迷都对江宁这名球员非常欣赏,因为江宁在比赛中灵气肆意,也是给球迷留下不错的印象。 只是让球迷没有想到的是江宁职业生涯并不平坦,先后效力多支球队都难言成功,在事与赛队阵马尔代夫的比赛,江宁的帽子戏把帮助国足大胜对手,而江宁也成为那时候状态最火热的国内前锋,就连他的前队友江剧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都不误遗憾地表示, 傅立方走上演帽子戏把的江宁,真的太可惜了,作为江宁来说原本希望这个帽子戏把可以为之夜生涯来新转机,只是没有想到帽子戏把就是昙花一现。 后来江宁就在华夏幸福踢不上主力,江宁曾经效力过恒大,因为不满劳打踢不选翟离队,这是让他最后悔的决定,因为很快恒大就在亚冠联赛拿到了冠军,自己则无缘跟着球队享受这个荣耀。 大家都觉得未来国族能有江宁这样灵气自意的候邀,肯定也是非常好的事情,希望江宁能迎来职业生涯第二春。